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才注意到三姑姐的眼睛红红的 客厅的一角放着一个超大的行李箱 见此情景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会是我不敢往下想 还没等我说话婆婆就开始发号施令 若林你三姐离婚了 好原今天晚上出差不回来 先让你三姐和你睡 婆婆的话让我的怒火蹭的一下窜到了头顶 真把我这里当作难民营了 我结婚五年 三姑姐离婚俩都住在我家 一住就是几年 这换谁受得了 大姑姐见我没说话 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若林 咱妈和你说话呢 你这是啥态度呀 三姑姐嘴巴一扁 眼泪往往站起身 拉着行李箱就要往外走 妈 姐 若林不欢迎我 就让我走吧 反正我离婚了也不想活了 大姑姐二姑姐慌忙拉住她 婆婆提高嗓门 我还没死呢 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 你谁的脸色也不用看 我让你住下 你就只管安心住 我看着他们母女四人的表演 怒火一浪高谷一浪 真的是欺人太深 我叫潘若林 今年三十五岁 婚礼五年 这五年的婚姻生活 称得上别小说都精彩 我和陈浩元是通过朋友认识的 当初介绍人说 浩元有三个姐姐 一个比一个藤弟弟 只要我嫁过去 那就是嫁到福窝里 我妈劝我让我慎重 三个大姑姐外加一个婆婆 如果发生矛盾 那就是四比一 那时的我年过三十 步入圣女的行列 被家人逼婚逼得要发疯 浩元和我同岁 在一家银行工作 长得帅不说 还对我关心体贴 我们俩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这样的优质男 让我完全沉浸在爱情的甜蜜里 哪里听得进去我妈的话 浩元说 我妈的担心是多余的 她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全家人都很疼她 三个姐姐早已成家 各自拥有自己的小家庭 她的这番话彻底打消了我的后顾之忧 我们俩认识一个月就闪婚了 当初婚房是我们两家各出一半的钱凑的首付 婚后我才知道 婆婆为了帮我们凑钱 把家里的老宅都卖了 现在一直租房住 我感激婆婆对我们的付出 主动提出让婆婆和我们一起住 也方便照顾她 浩元激动地拥我入怀 说娶到这么通情达理的我真是她家的福气 当时我还美滋滋的 没想到此举却把自己推入了火坑 大姑姐离婚时我刚结婚三个月 我不心疼女儿一个人带着孩子租房压力大 我们这里是学区房 就让大姑姐住下孩子就进入学 我是个粗线条的人觉得都是一家人 大姑姐刚离婚正处在心情最低落的时候 也就默认了婆婆的做法 当时大姑姐失婚又失业 我突然帮大姑姐找份工作 浩元劝她想开点 以后遇到啥事还有我们 以前我和婆婆相处的还算和谐 可自从大姑姐搬进来后 矛盾不断升级 不是我的口红被折成两半 就是用了一半的化妆品被灌了水 就连墙上都是用眉笔画的涂鸦 我知道这些都是拜大姑姐儿子小凯所词 甚至和大姑姐沟通 大姑姐总会说她会管孩子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依然是老样子 我婆婆却说小孩子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你每次用完顺手收起来不就行了 为了安慰我 浩元又给我买了一套新的化妆品 说她小时候大姐最疼她 让我看在她的面子上先忍忍 等过段时间大姐心情好了 她出面解决 可直到现在也没解决 我的化妆品还在盒子里 用的时候拿出去 用完就锁起来 都说寝神容易送神难 大姑姐这一住 就住到了现在 我们家是三十一厅 大姑姐和她儿子住的房间 原本是准备做婴儿房的 现在我女儿都上幼儿园了 还被她们母子霸占着 大姑姐这尊神还没送走 二姑姐也离婚了 那段时间正赶上我女儿的出生 婆婆说都是自己的孩子 不能厚此薄彼 让二姑姐也搬了回来和她一起住 一个小小的屋子挤了七口人 大姑姐的儿子比较淘气 每天在房间里上蹿下跳 经常把熟睡中的女儿吵醒 吓得哇哇大哭 我产后身体虚弱 加上在这种环境下休息不好 经常性偏头痛 还莫名其妙想哭 当医院一检查 竟然是产后抑郁 我婆说我矫情 当初她一个人带四个娃也没抑郁 怎么我生了一个孩子就开始抑郁 浩元心疼我 却又无可奈何 她说 她妈为了她把老宅都卖了 做子女的 总不能把父母撵出去住 她劝我 目前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 大姑姐二姑姐总会嫁人的 浩元公司正好有个外派的名额 她为了让我换个环境 主动申请外派三年 带着我们娘儿俩出去散散心 虽然我一个人大孩子有点辛苦 可惜环境让我心情愉悦 加上药物的治疗 在浩元的照顾下 我的病慢慢好了 上个月浩元的外调新线介满 我们一家三口搬回家 我把女儿送进幼儿园 找了一份工作 准备好好赚钱 买套小房子 我和浩元搬出去住 只还没喘口气 三姑姐就离婚又要搬进来 妈 那浩元回来睡哪 我强压着自己的怒火 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颤 浩元回来睡沙发 以前家里房子小 他们姐弟几个都是这样睡的 活泼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 若林 我那房间小姑说 主要是小改还要上学 人多了孩子休息不好 你三姐和你睡一张床最合适 大姑姐真的是纠缠雀巢 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看见她就烦 这次我回来后才发现 原本衣柜里好几件 平时我不舍得穿的衣服 都被她霸占了 她还说我生完孩子发福了 那衣服挂着也是浪费 我现在是比生孩子前胖了一点 但丝毫不影响我穿那几件衣服 婆婆却说几件旧衣服而已 都是一家人 用得着分得这么轻吗 对于我的抱怨 浩元总是祸悉尼 嘴上答应去和婆婆大姑姐说 却只是哄我而已 我很生气 可以想到浩元除了这点之外 其余方面做得无可挑剔 也就忍忍过去 可这一忍 整整忍了五年 自己买的房 还的房贷 如今连自己睡的一张床 都保不住了 卧室里突然传出女儿的哭声 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我冲进去的时候 小凯傻傻地站在那里 我女儿却躺在地上 哇哇大哭 小手捂着额头 鲜血从她的指缝里 一点点往外渗 怎么回事 我动了小凯一眼 心疼地抱紧女儿查看 她的伤口像是磕到了桌角 妹妹小气鬼 不让我玩她的玩具 回过神的小凯 恶狠狠地窗我吼 我顾不得搭理小凯 抱着女儿往医院跑 也不知道孩子头有没有事 一路上 女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说她看到小凯哥哥 把她最爱的爱沙公主弄坏了 还拿个小刀 搁妈妈的衣服 我望着女儿委屈的小脸 想着自己这几年鸡飞狗跳的生活 不由得怒火中烧 我们处理完伤口回到家时 大姑姐坐在沙发上刻着瓜子 她眼皮都不抬 我已经骂过小凯了 不过两孩子打架 小科小鹏都正常 屁大点事 你这又往医院跑吗 至于吗 那是额头 如果受伤的是小凯 你能这么淡定的克瓜子吗 小凯今年都十二岁了 该懂事了 换做别家的孩子 人家会这样就算了吗 听她这话我就火大 再大也是个孩子 我都骂过她了 你还想咋样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看你自己小题大做 没事找事 不想让我们娘俩在这住 大姑姐呸的一声 把瓜子皮吐在茶几上 我们搬出去的那三年 小凯一直住在我的房间 自从我们回来后 小凯又搬回去和大姑姐住 她天天在家闹 说是我们占了她的房间 害她没有自己的空间 今天她趁我不注意 溜进去搞破坏 正好被女儿撞见 她威胁女儿不能讲出去 女儿不答应 她才推了女儿 我转身进屋拿出房本 指着上面的名字 一字一句地说道 被你说中了 我现在真不想让你住在这里 我才是这套房子的主人 从明天开始 希望你们各自找各自的地方 不要住着我的房 穿着我的衣服 还打我的孩子 活泼眼睛瞪得溜圆 一巴掌拍在茶几上 骂我反了天 她还没死 这个家轮不到我做主 我要是不愿意住 可以自己搬出去 好远和她们一家人住在一起 婆婆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我 原本我的意思 只是让几个姑姐自己出去租房子 可婆婆明显把我当外人 我也放出狠话 如果她们不愿意搬走 我明天就找换所公司 把门锁换了 把她们的东西扔到门外 但姑姐用手指着我的鼻子 说这里是她的娘家 轮不到我这个外星人发好失令 让我用不着威胁她 不想过了赶紧滚蛋 就凭她弟弟的条件 好多未婚小姑娘挤破头要夹 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直接推着大姑姐 让她现在就走 小凯冲上来 对着我就是脊脚猛踹 二姑姐和三姑姐 直接架起我的胳膊 不顾女儿撕心裂肺地哭着喊妈妈 把我从屋里扔了出去 我隔着门 听到婆婆呵斥女儿的声音 心都要碎了 我拼命地拍打着门 让她们滚出我家去 把女儿还给我 被我们的吵闹声惊醒了邻居 报了警 警察来了 说是家事 建议我们协商解决 浩元连夜赶回来 看到坐在门口的我 心疼得直掉眼泪 看见浩元的那一刻 我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 身子一软晕了过去 浩元和婆婆及大姑姐的争吵声 把我吵醒 妈 我们姐弟四个 三个姐姐都离了婚 你怎么不检讨一下你自己 如今他们都带着孩子 住在这里真的好吗 还有 若灵这几年在咱家受了多少委屈 你真的不知道吗 她现在又怀有身孕 难道你想让我们也离婚吗 浩元悲愤地说道 我哪知道她怀二胎呀 再说了 今天是她太过分了 竟然要赶我们走 我才让你几个姐姐给她点颜色瞧瞧 没想到她这么不禁折腾 我怀你们几个的时候天天下地 也没有动不动就晕倒 婆婆的声音还带着怨气 浩元说这几年媳妇跟着她受委屈了 这次 她也为自己媳妇说句话 让三个姐姐出去租房住 大姑姐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她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 这种补习班的费用 本来就压得她受不了 如果出去租房子 那不是把她往死路上逼吗 再说 租的房子肯定环境不好 谁知道周围都住的什么人 会影响小凯的学习 二姑姐和三姑姐也赞同大姑姐的说法 自己离婚了 娘家就是自己最大的庇护所 浩元不能胳膊肘往外拐 婆婆骂浩元是白眼狼 喝了媳妇的迷魂汤 有了媳妇就不要亲妈和姐姐 他们几个人操操得我头痛欲裂 小护士及时出现 说这里是医院 不能大声喧哗 这才制止了他们 我大病一场 浩元一直依不解耐地在医院照顾我 我看着浩元憔悴的面孔 和头顶上腥出的几根白发 无奈地烫了一口气 面对我深爱的男人 我不想逼他 可我不逼他和那样的原生家庭做个了断 我们的小日子就没法过 我告诉浩元 要么我去把孩子打掉 我们离婚 要么他和他的家人划分界限 把房子挂在中间 既然我的房子容不下我 那就卖了吧 婆婆给的首付 我会一分不少地给他 他的做法太伤我的心 虽然我不会阻止浩元净孝 但我绝对不会和他再住在一起 浩元痛苦地蹲在地上 让我再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想想 我告诉浩元 虽然我很爱他 但这是我的底线 我不能为了他 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 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为母则刚 这是人的本性 听我提出了两条路 要么打掉孩子离婚 要么房子挂牌处理 还了婆婆的赞助 分开单过 陈浩元纠结不已 他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一边都不想伤害 问我还有没有第三条路 我说没有 给你两天时间 必须把事情处理好 要不然走哪条 我帮你做决定 张浩元为难他点点头 说他回去试试 看看能不能说服 三个姐姐先搬出去 就这样 我在医院住了两天 陪在身边的是 董事的闺女和护工 还有娘家爸妈的电话 至于惹事的 大姑姐和婆婆 连面都没露一下 看见我受伤 娘家妈心疼的呜呜哭 他们数落我心太善 手太软 他们打你 你就不会还回去 就傻站着等那娘几个出手揍 娘家爸是个暴脾气 当下就要坐火车过来 最后被我拦住了 既然让陈浩元去解决 那就先等等看看 他解决的结果是什么 娘家爸说好 我先不过去 不过你记住了 那个家咱出的不比他们少 有啥事别委屈自己 该出手就得出手 一次退让 两次退让 人家就会把你当软狮子捏 好拿捏 你得把自己的立场和底线亮出来 闺女 别怕 真出了事 有爸和妈给你做靠山 不得不说 生我养我 了解我的爸妈 在这时候 给了我最大的鼓励 让我能勇敢地涅槃重生 勇敢地去和四个女人 以争高下 第二天一大早 陈浩元来了 她神情沮丧 说是三个姐姐 都不同意搬出去 大姑姐是用孩子上学 做借口 其他两个是暂时找不到住处 没法搬 最过分的是婆婆 她让陈浩元给我传话 想把她三个闺女赶出去 得先从她身上踏过去 老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他们这回是做得太过分了 对不起你 可到底咱们是一家人 能不能看在老公的面子上 这回事就算了 对了 三姐说了 她不和你挤一张床了 还有小凯 也保证再也不打三闺女了 看着陈浩元 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知道 自己对这个男人的立场 还是高估了 她就是个大糊涂蛋 我掏钱买的房子 还不能由我做主了 以前我忍着所有 是顾忌着陈浩元的脸面 如今脸皮撕破 闹得不仅小觑人尽皆知 连派出所都惊动了 还有什么颜面可讲 就算是为了闺女不再受欺负 我也得先把这口气出了 走 回家 我先开被子下了床 拉起闺女就往外走 家里依旧是人声鼎沸 又惹闹闹 甚至那天当我醉狠的大姑姐 还乐呵呵地拿起一件新衣服 往婆婆身上套 由这二姑姐和三姑姐 在一边平头论足 婚快的气氛 丝毫没有因为我的住院 受到一点影响 这一幕让陈浩元特别窘迫 为了缓解这种尴尬 她一边扶着我坐下 一边故意大声招呼婆婆 妈 干净给若林倒杯水 坐了一路车怪热的 大姑姐鼻子哼了声 收起手里扬着的衣服 转身进了自己住的房间 二姑姐和三姑姐 也把我当空气一般 面无表情地忽略 看得出来 婆婆也不想到 可经不住陈浩元的一声声叫 只得不情不愿地接了杯水 碰到往茶几上一放 还摆上功劳了 有本事住在医院 永远别回来 省得爱我们的眼 我不客气地端起那杯水 一饮而尽 然后把杯子又递过去 再倒一杯 活不及了 双手一插腰 木老虎一般 给你脸了是不是 信不信我们娘几个 再收拾你一顿 这一声喊 三个姑姐呼得都跳了出来 围在我面前 陈浩元吓死了 摆着手拉这个挡那个 姐 妈你们千万别冲动 朔林刚才回来路上都打过报警电话了 说家里有人要打死她 大姑姐愣住了 她不相信的再问一次 上回不是说是家庭矛盾让自己调解吗 我乐了 说的没错 上回是我笨 说是家庭矛盾 这回不是了 我报案是有人蓄意伤害 企图犯罪 要是不相信 再打我一次试试 看看这回能不能告得你们娘四个都进橘子吃牢饭 还有你 我指的只铺在最前面恨不得咬我一口的大姑姐 你要是进去 你儿子这辈子可就完了 大姑姐脸上的表情变得特别精彩 虽然仍然拳头紧握 可脚步却是轻轻地往后退了两步 她是三姐妹的主心骨 这一退缩 其他两个胆子也立马退了 最后就剩下婆婆一个人 还不依不饶 反了天啊 你这个做媳妇的 竟敢和长辈的顶嘴 我看你是挨揍 少了欠收拾 说完 她袖子一挽就要往我身上扑 我挺着肚子就迎了上去 打 有本事往这儿打 真把这个打掉了 我跟你儿子刚好一拍两散 到时候这孩子就变成索命鬼 天天跟着你 我婆本来就信鬼神报应 房间里还供奉着一尊菩萨像 如今一听这话 彻底傻眼 盯着我就像大白天见到鬼一样 陈浩元趁着这机会 赶紧站到中间 坐起了人墙 想把我先劝回房间 我不一看 儿子只关心媳妇 心里不痛快 眼珠子咕噜一转 立马就要施整 她一哭二闹 三上吊的老戏码 我要被儿媳妇欺负死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早知道过得这么委屈 当初就不应该 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呀 又来了又来了 每次都会把这事压人 可惜这次婆婆要失算了 你也别闹道了 当初卖房子接几儿子 是你这做妈的心甘情愿做的 没人拿刀逼着 再说你出了钱 这几年也把房子住了 是不是 对了 还有你那三个闺女 也一起住了 照这比例下来 我们首付是一家一半 我还亏了呢 不行 为了让心平顺 得把我爸妈接过来住一段 要不然我们家太吃亏了 婆婆被我的自说自话 吓得都蒙住了 甚至陈浩元都不自信地问 老婆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爸妈那脾气 真来了 还不得把房拆了 我拔摆手让她闭嘴 既然你妈能仗着出钱的理由 让你的三个姐在家住 那我为什么不能让 同样也出了首付钱的爸妈来住 大家不是喜欢热闹吗 这次就热闹个够 这里得说几句我爸妈 他们菜市场摆摊快四十年 什么阵仗没见过 别的不说 宫内嘴皮子功夫 就跟我学一辈子 果然刚来第一天 就把婆婆气得差点喘不上气 嘿呀 亲家 你这妈做得好 不偏谁不像谁 四个孩子都拢在身边 这打起架来得多威风 难怪我家闺女眼馋 非得喊着让我们也过来 亲家 你们家祖坟是不是让人给刨了 要不然怎么三闺女 都让婆家给退货了 你说啊 会不会也影响到你儿子 前面说过 婆婆是个迷信的 本来她就对三闺女 先后离婚耿耿于怀 暗地里不知道在城郊 败了多少事 如今听我爸说 祖坟让人给刨了 一下子坐不住了 非是唆使着没事干的三闺女 连夜回了趟老家 可这才是开胃菜 最能折腾的我妈 种粉末登场 她知道我卫视有卫生间 就故意霸住了客厅的宫位 洗个脸十分钟 刷个牙又是十分钟 上厕所就更别提了 没有半个小时 坚决不开门 经常急的几个姑姐 在卫生间门口团团转 不是喊就是咚咚咚咱门 闹腾的那动静 把楼下住户招上了好几回 最后更是直接被告到了物业 说是我们家 进进出出人太多 简直就像是爬猫场 更让三个姑姐和婆婆 受到惊吓的是 娘家妈不打招呼 就推门而进 不管他们是刚脱了内裤换衣服 还是跟那个男的 你紧我浓 我妈不管不顾 就像是辱无人之境 尤其是针对最坏的大姑姐时 我妈就专门捡着她儿子 放学写作业的时间转悠 不是找真就是找现 气得大姑姐几乎抓狂 打着机会就找陈浩元诉委屈 偏偏对这一切 陈浩元无可奈何 谁让他妈借着手付款 让三个闺女住进来 如今我也用这名头 谁也别说谁 要紧的是 现在就看谁能熬得住了 在这点上 三个大姑姐完全露了下风 我爸妈不用工作 白天在酒店休息好养足精神 晚上等他们都下班回家了 整点进门讨论 最主要的是 他们几个还不敢动手 只要谁敢刺个牙咧个嘴 我爸妈立马掏出降压药 心脏药 哼哼唧唧 靠着墙就要往下出量 吓得那姐三个脸都白了 哪里还敢再往前一步 这么闹腾一两天可以 五天七天的 谁能扛得住 这不 三姑姐先举了白旗投降 收拾东西 招呼都没哪一声溜了 二姑姐紧随其后 直接搬去和我们隔了十多个站点的出租 求安静 想一直和我们抗争到底的大姑姐 在儿子一生生没法写作业 睡不好觉的哭诉中 也无奈败下阵来 连夜班去招待所 最后就剩一个已老卖老的婆婆 想赶我走可以 先把钱还我 要不然我就死在这 让我儿子恨你一辈子 陈浩元又一次陷入两难之中 钱肯定是拿不出来 住 照目前的情况 我和婆婆也指定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她一个大男人 揪着头发 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老婆 三个姐姐都已经搬走了 要不你跟妈认个错 妈就我这一个儿子 肯定心偏着咱们 反正你目的也达到了 这事就算过去了 好不好 我拒绝了 这房子必须挂牌卖 因为我不想再和你继续混下去 一听我要离婚 陈浩元傻眼了 为什么 我对你多好 我不抽烟不喝酒 不玩女人 更不打女人 你为什么和我离婚 这话说的真可笑 你是没打过我 可你三个姐姐和妈妈打我的时候 你不动手 比动手更可怕 你十岁的侄子小凯 抽闺女耳光的时候 你拉偏价 这难道也是好男人的表现 你就是只鸵鸟 一直只会躲 眼睁睁看着这个家 因为三个姐姐的家乳鸡飞狗跳 你还觉得乐在其中 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多好 你只顾着亲戚中间 维护着孝子的名誉 根本没有为老婆和自己闺女 多想一点 跟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过日子 我怕自己有一天连命都保不住 陈浩元嘴里喃喃自语 老婆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 我改好不好 我一定改 你肚子里还有咱们的第二个孩子 我的眼泪巴搭落下 最对不起的就是肚子里这个小家伙 怪只怪我们缘分太浅 如果能早早在这份婚姻中觉醒 也许就不会让这孩子空来这世上一趟 其实这份婚姻的错误 在陈浩元身上 从三个姑姐无视我先后住进家里 本质上那其实就是陈浩元对我的不重视 她的不重视和将就 直接导致了她家人对我的不尊重 偏偏我那时候还傻傻地呈现 在陈浩元先前付出的那一点浅薄的爱中 根本没有认真去想一想 如果她能真正地把我看作家里的一份子 是陪伴她一生的爱人 看中我对家庭关系的意见 那么现在这种局面肯定不会形成 更不会用我肚子里的孩子 作为这场婚姻的代价 之后在爸妈的陪伴下 我先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然后就是等待陈浩元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在签字这事儿上还得郑重感谢三个姑姐和婆婆 再出了一把力 让我很快从这段婚姻中摆脱出来 他们为了让陈浩元摆脱我这个阴险的老婆 倾尽身上所有凑够了这套房子的一半首付款 二十八万 还有闺女的抚养费十万 只求尽快离婚搬走 我弟弟有房有车 还没有孩子 绝对能找到一个比你贤惠一万倍的老婆 但离婚证那天 刚好赶上陈浩元生日 我笑着借过三十八万的银行卡 对那个在姐姐包围下 搭拉着脑袋的男人送上生日祝福 祝你早日找到一个好老婆 好好孝敬你妈你姐 男人想说谢谢 可在几个姐姐的瞪视下 只能可怜的闭紧嘴巴 出门后是自由的空气 爸妈和闺女在等着 我抱着闺女狠狠亲一口 宝贝 是不是生日当天 把愿望说出来 就不会应验了 闺女可爱得点点头 那就可惜了 看来里面那个妈宝结宝的渣男 这辈子 只能和四头母老虎一起过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有点计划 在来支援的相伴 感谢观看